希望從老人家和肚舍的方便出發 去探索一下這個腸胃之路 是 如樣是對的 我們身體無論哪個部份 給予他們一些問題時 都是很騷擾我們 不要看小肚舍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個親戚 她不是年紀大 但很多時候肚子都是很敏感的 所以每次去一個地方 她都要知道洗手間在哪裏 那時是搭交通工具 即是哪個車站 哪裏附近有一個洗手間 她都要知道 因為她隨時都要去 所以身體每一個部份出一些毛病 都影響我們生活 影響我們整個人的健康 其實剛剛欣濤說了 我第一個想說的要點 就是其實大多數的人 包括你和我 即是我自己都有無數的經歷 每年至少會有一至兩次的討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所謂的長度急躁中合症 就是這個所謂的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就正如好像欣吐剛剛說 是當我們因為緊張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產生大量的血清素 而血清素 當它會影響到我們的小腸和大腸 就會增加我們的腸胃的動作 可想而知 當你的腸在動來動去 你很快就會不小心 就可能會有肚瀉 但是更進一步 當我們說到老人家 如果說中年的我們都會有一至兩次 其實老人家至少有五至六次的 所謂的長度急躁中合症 但是再想想 其實老人家本身 他們身體方面的結構 其實都有很多的原因 會令到他們有這個肚瀉的問題出現 首先就是因為他們的消化膜退化 我們想想在他們的大腸和小腸裏 本來可以隔除毒素的消化膜 他們慢慢退化 所以他們的腸胃 是更加容易受到這些吃下去的毒素影響 而令到他們的腸胃更加急躁 容易產生問題 第二 他們的腸胃是減少了分泌 當你減少了分泌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想 就好像在冬天 我們的皮膚很容易敏感 是 同一個道理 就是因為分泌減少了 更加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每一個老人家 他們的胃和腸動的功能 會減少了 所以他們有時候 就會好像有便秘的產生 但同樣時間 就是因為他們的胃和腸不協調 會令到他們更加有肚瀉的跡象 還有最後說到的是 他們的吸收能力 其實當我們的胃和腸吸收得不好 唯一可以出的地方 只有我們這個肛門 所以就會有肚瀉的跡象 其實我一直聽你這樣說 就算 好像我剛才說 有些人的腸胃是比較敏感 所謂的敏感 吃一些比較柔的東西 或者輕輕 有少許可能不太乾淨的時候 他都很容易有肚瀉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的消化膜 是比較吸收得沒有那麼好 或者沒有那麼不乾淨的東西 就像你剛才說的那些症狀 或者原因 當然 其實我們每一次吃一些比較有油理的東西 更加會容易刺激到我們的腸胃 我們的腸胃也要好看 就是在裡面這些消化膜 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甚至我們腸胃的動力速度 都會令到我們這些吃下去的東西 可以快可以慢的出來 過快的就是我們所謂的肚瀉 過慢就是所謂的便秘 在這裡我們都可以想想整個身體 就是老人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免疫力抵抗力是減低了 有不少的醫學研究發現了 當我們的免疫力減低的時候 我們的腸胃就會因此 有不同的動作的情況 而更加引起可能是便秘 或者這個肚瀉的原因 所以在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還要說到的就是 每一個老人家 其實他們都有自己吃東西的癖好 甚至他們選擇的時候 其實我們更加要留意他們腸胃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當我們說到這個肚瀉的時候 或者像我一樣 至少如果我這幾天肚瀉了 最多都是脫水的 喝多幾瓶雞蛋糕 喝多幾瓶水的 都起碼還會上班 但當老人家脫水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身體的水分減少了 其實在同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會有身體不同的毒素去中毒 更加深的就是因為他們的水分減少了 血的濃度增加 就會引起這個所謂的心腦血管的意外 即是所謂的heart attack 或者不同的心腦血管的問題 甚至是這個中風 所以當我們剛剛說到肚瀉了 可能對於我們的聽眾來說 一年一兩次 忍一忍去喝個chicken soup 或者吃個白粥 那就沒事 但去到老人家的時候 當他們有這個肚瀉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他們會有這個心腦血管的問題 或者中風 所以這也是一個不可小的問題 特別是年長者去肚瀉的情況 延續長的時候 血水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就引致了你剛才說的heart attack 有可能會出現 因為血濃度高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讓我想到好像我們上次說起老人家 我們會說起的就是他們很多晚年 可能會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當他們有這個脫水的時候 他們又累 又不能走 又不能走 以前可能還會自己去煮 煮雞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更加有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比我更加想到的是 既然我們不可以去阻止這個社會人口的老化 我們倒不如大家真的好好地去學一下 一些醫學方面的常識 至少讓我們大家知道的就是 吐舌雖然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但這個現象會引起後遺症 亦真是可大和可少 你說到一點的時候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醫學常識告訴我們 平時如果我們只是一次或兩次的短時間的吐舌 都不是那麼大的影響 但如果是嚴重的 好像一個年長者去獨居 先說 如果延續的是兩三天的時候 他真的不在意到缺水的情況 因為你一吐舌的時候 你已經不太想吃東西 因為有些人一吃東西下去的時候 又怕他又再舌 你一直不吃東西 不喝水的時候 缺水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而一個年長者可能不在意到 那我喝少許一口水 希望自己不用經常去那麼多廁所 就不會想到有那麼大的影響到身體健康的問題 這就真的需要家人 或者你的親友 有時候跟他們聯絡的時候 問清楚他們是不是有這個情況 然後就要提醒他們 好像剛剛欣陶說到 脫水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作為家人或者朋友 是怎樣可以看到一個人有脫水呢 首先我們就會看到的是 雖然好像剛剛欣陶說到 他們會盡量不去喝水 因為怕喝完水之後 又繼續吐舌 但是大多數人脫水就會口渴 第二 你會看到他們的小便 或者排便的程度減少了 這就是引進度我剛剛說的 可能會令到身體中毒 因為就是當你排不出尿 排不出毒素 那你就更加容易會令到身體有這個中毒的情況發生了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看他們的皮膚 可能大家會笑一下 老人家的皮膚都比較乾燥 但是如果我們每一天都要留意身邊的老人家 其實是會看到他們的皮膚的乾燥性 是因為脫水而增加了 更加的就是當脫水嚴重的時候 好像我們剛剛說到 他們就會很累 還有他們會有這個頭暈的出現 不小心的就可能真的會跌倒 撞傷頭 所以在脫水當中 我們可以從他的口渴 他的排便程度 他的皮膚的潤滑 還有他們有沒有頭暈的症狀 去更加印證到 究竟他們的肚射是否引起一個嚴重的脫水 需要去求醫 好 這個十分好的醫學常識 特別是給年長者 如果他們是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更加需要留意的 這個問題 當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或者去探望他的時候 看到他有這種情況 立刻要幫他去求醫 天空下的彩虹 會議先生 你今天跟我們講到肚射的話題 特別對年長者來說 這是更加需要關注的 但是肚射 我們普通都知道 有時候吃錯東西 或者吃了一些不新鮮的東西 或者好像剛才說 吃了一些比較油膩的東西 都會引事肚射 我自己有時候吃一些冷的東西 就好像雪糕 有時候都會 刺激了腸胃就會有肚射 還有什麼原因 其實剛剛欣陶說到的 就是第一種最大的肚射 就是在醫學界裡面 稱為滲透性的肚射 就好像剛剛欣陶說到 就是吃得油膩的東西太多 太甜 或者我們中國人 比較去到老年的時候 在飲用或者食用這些牛奶的製品的時候 就會有肚射 也可以想的是 可能大家很喜歡照香口膠 但是有時候香口膠裡面的代糖 因為消化不了 當去到老年的時候 就是這些小小的代糖 會刺激到我們的腸胃 而令我們去產生肚射 其實剛剛講到這個 所謂的滲透性的肚射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想的 就是好像我們平時 碰到一些東西 身體會過敏 所以我們的腸胃 都是一模一樣 當我們碰到油膩 懶飲 或者糖太多 脂肪太多 那時候 我們可以去想像到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食物過敏 而引起我們的神經線 令到我們的腸胃 動得太厲害 而引起這個肚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去幫助這些老人家 或者這些病人 就是用香蕉 用米湯 或者用蒸過的薯仔 甚至梳打餅 因為一方面 就是讓他們 有一些比較凝固 比較結實的東西 吃了在肚子 另一方面 這些東西 都沒有那麼容易去刺激到 我們這個所謂已經 食物過敏 而引起的滲透性肚射 其實香蕉是一個很好的水果 如果你是便秘 吃香蕉也有用 但如果是肚射 吃香蕉也有用 是啊 所以說到剛剛第一種 就是所謂的滲透性肚射 第二種就是稱為分泌性肚射 分泌性肚射 比我自己想到的是 最簡單的就是 可能是一些沙門氏菌 或者一些細菌 引起我們的腸胃 去刺激得太厲害 刺激得太厲害的 就會去肚射 有不斷的分泌液出來 令腸胃不舒服而去肚射 但是藥其實都會引起同一個問題 尤其是抗生素 所謂的antibiotics 因為當我們想想 我們腸胃裏 除了今晚說到的消化膜 分泌液 其實我們裏面還有很多原住居民 裏面有很多不同的細菌 一方面幫我們打仗 另一方面的細菌 都會去吃一下我們進了腸胃裏的營養 但是當我們吃得太多抗生素 抗生素 有時就會把這些好的抑生菌殺了 而當這些好的抑生菌不在裏面 那壞的細菌就會不斷大量的繁殖 而當我們在腸胃裏面有這麼多菌 很快就會令到我們這些腸胃過激 過激之下就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分泌液 產生不同的分泌液 亦都會令到我們有這個肚射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看到肚射 雖然一方面說 可能阿公阿叔今晚喝了一杯牛奶之後 但我們亦都要想想 牛奶可能是過期的呢 牛奶過期的話 就有細菌 細菌就會令到我們的腸胃感染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要去分泌一下 分辨一下哪一方面的肚射 去瞭解一下肚射的原因 其實這方面最主要做的是 盡量不要去吃生懶的食物 或者令到腸胃有些不知所措 因為當生懶的食物 其實會令到腸胃有些不知所措 特別是那些不新鮮 我覺得年長者可能最容易的 就是食物放在這裡很久 或者放在雪櫃 或者放在外面 然後吃了綠肚 他都不知道原來是不新鮮 他分辨不到那個味道 或者有時候因為節省 就想著這件事不要斧了 繼續吃 但不知道已經放太久 已經發霉 甚至是變了質 如果繼續吃下肚 就有剛才你說的毒素 在這些所謂的滲出性的肚射 大家就會在這個排便裡面 是看到有血 所以我們講起肚射 其實第一件事 都要留意一下老人家 他們當中是否有微絲血 或者一些血在裡面 如果有的 就要盡早帶他們去看醫生 是 其實也有一個健康的提議 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大小便完了之後 都留意一下你排出來的物品 就好像你剛才說 如果在我們的糞便那裡有血絲 這個也很明顯的知道 你身體有些情況要去檢查一下 是什麼引致到有這個血絲呢 有鮮紅的或者已經有乳血 都是需要留意的 所以每次我們都要看我們排出來的物品 看看是否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當然好 但已經有些乳乳黑黑的 你也知道有那些血在裡面 也代表了你身體有些毛病出現 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的腸道有發炎的跡象 最簡單大家想到的就是 可能是吃的東西當中有大腸港菌 會令到你有腹肚 嘔吐和發燒 也會有很多病毒的原因 但病毒通常會像是一群人坐郵輪 就會整群人集體出事 整群人一起去吐舍 所以說起這個老人家 雖然我們一方面會鼓勵他們去多些旅行 去多些旅行 但當我們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集體中毒 就要很留心自己 這個吐舍當中有沒有血液 所以要留意是很重要的 除了有時吃了一些食物 特別例如Bits 有一次初不知道的時候 吃完Bits 你的排便 無論是大小便 都會出一些紅色的東西 你就會很害怕 後來別人說 不怕的 吃了Bits就是會這樣 那些紅菜頭 那是正常的 那些就不需要害怕 但其餘那些 如果不是因為吃了某些食品 令到有一個紅色的水流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需要留意 然後就立刻要去找醫生做一個檢查 其實剛剛欣濤也說到一個很好的提議 就是當我們有便秘的時候 不妨考慮一下用這個紅菜頭湯 或者紅菜頭的Bits 會令到病人或者老人家 更加容易去排便 但當然要記住 當你喝完這個紅菜頭的時候 排泄出來的物品通常都是紅色的 是 這樣也不怕的 然後 其實在這裡 都有一件事 想和大家去想想的 就是不要說老人家 甚至像我自己這樣 用東西 其實都會用很多年 尤其是老人家 最喜歡喝的就是熱水 熱茶 在香港最近做過一個醫學研究 就發現了很多老人家 他們有肚瀉的原因 甚至是窩出血 就是因為他們喝的水變了質 而他們喝的水為什麼會變質呢 就是我們很多中國人喜歡買的電熱水煲 他們一用就用五六年 用完之後 就慢慢在裡面有很多的重金屬 開始在裡面沉澱了 當他們煲的水 就越來越多這個重金屬 所以喝下去之後 慢慢就會窩血 或者肚瀉 所以當我們想了 好像剛剛說過這麼多的原因 第一大的原因 就是最近有沒有去過旅行 去完旅行的可能會有不同的毛病 有沒有吃東西吃得不健康 甚至有沒有最近飲用過不乾淨的東西 之後就要開始想想 我們用來煮菜 或者煲水的工具 究竟會不會因為用得太久 而在當中產生了一些 不太適合自己身體的重金屬 如果是的話 就真的要換了一個熱水煲 這樣就可能會解決了一些 肚瀉的問題 所以讓我自己想到 今晚我們最初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講這個肚瀉 講到肚瀉 有不同的原因 就好像滲透性的肚瀉 分泌性的肚瀉 以及急性的肚瀉 讓我想到的就是 其實當我們有辦法去醫肚瀉 那有什麼辦法呢 當然第一就是去補充水分 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的 是給一些藥 就好像Emodium Peptobismol 大家可以在這個藥房買到的成藥 或者更加可以說到的就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什麼藥 可能吃了是有益的 可以去考慮一下所謂的益生菌 就是Probiotics 但是每一次聽我節目的觀眾都知道 你買最便宜的那隻就可以了 那到最後 甚至有些人說到肚瀉 那其實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老人家呢 不妨想一下 告訴他們 你可以塗些凡士林 就會令到他們雖然肚痛得很辛苦的肝門 又有一種舒門的感覺 就好像我自己剛剛那樣 咳到四四下 因頭給了一顆糖 它潤滑了口部 其實我們腸胃的另一邊 都是同一個功能 所以凡士林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去完廣告之後 就跟大家說一下便秘 天空下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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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每次吃一些食物 都應該在盡快的時間排出去 一天一次已經是中度便秘 但如果一天都去不到一次大便的時候 是很嚴重的便秘 你跟我們說一下便秘的問題 其實剛剛欣陶說到的 就是我們腸胃的活動 首先我們的胃 就會加入消化劑 進去我們吃的東西 加烤素 讓我們吃的東西分化 之後去到小腸 就會吸收他們的精華 去到大腸 就是因為收縮 去慢慢吸收水分 但是如果少了水的時候 便便比較難排出來 多碎 就好像剛剛欣陶說到的便秘 但其實我們剛剛說起便秘 和肚瀉 都有一個可能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我很記得有一個病人 他表面看上去就是肚瀉 但是我們就覺得好奇 給一些止射藥去吃 不單止沒有幫到的問題 是令到他更加辛苦 接著到最後 我們唯有幫他做一個直腸的檢查 其實就是簡單到 用一隻手指在肛門裡面 去感受一下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屎 就發覺了原來他根本上是嚴重的便秘 塞住了 但怎可能又是肚瀉的 就是因為塞住了 一些比較水分的便自己流出來 最初要是一個肚瀉的跡象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的假性的輻射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是不單止開藥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做一個所謂的直腸檢查 而可能很多聽眾聽到就說 嘩 很噁心 但是我不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實尤其是我這一代所謂的教出來的醫生 很多就是因為習慣了用藥 而忽視了當我們做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用自己的手指在病人肛門裡面 去感受一下裡面有沒有屎塊 其實真的會去幫到這些病人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說 有時候不單止我自己作為一個醫生 都要去想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太用藥 就可以幫到病人 但另一方面的聽眾的理 不妨都去想一下 如果有時候藥這方面不行了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好像剛剛說到的就是 這個所謂的直腸檢查 但另一方面不妨聽眾就想一下 如果下次有一個老人家 他是有這個便秘的跡象 不妨首先就在他的肚腩的右下角 開始慢慢按上他的右上角的肚腩 然後在他的右上角 再慢慢推到他的左上角 最後就推到下面 其實就好像一個順時針 去幫他們做一個按摩 這個就是大腸的移動 這個實際上也說到 因為年長者少動動 那腸的挪動也好像減少了 會不會就形成他們多些便秘呢 這個一定的 其實老人家如果我們每一天 可以陪他們去走路散步的話 因為其實當我們的腳動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的肚子 都是在做同一個按摩的動作 這個一定是有幫助的 所以說到這裡 其實我們都要很留意 老人家他們的日常生活的習慣 第一 其實當我們開始懷疑老人家 是不是有便秘的跡象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每天去記錄大便的質素和次數 我們大約知道他每天是一次 甚至隔日是一次的時候 我們至少才知道他現在 是在一個什麼情況裡面 第二 其實我們都要鼓勵他們的就是 可能有時候剛剛就說走得走得 但是有時候老人家 可能真的比較年老 他們不可以這麼快走到洗手間 其實很重要的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讓他們有一個流動的魚刺 所以令到他們不用走得太遠 都要有足夠的時間去排便 因為如果不是的 其實我們這個心理作用 其實人都是要面子的 你是一個老人家 他可能就會寧願便秘 都不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走不去洗手間 或者趕不及去 對 然後第三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就喝一杯暖的水 這樣就會在胸肚的情況之下 令到腸胃比較動得更加快 也可以做的 就好像剛剛我這樣說